字幕志愿者 李宗TV 李宗TV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人言投顧首期分析師 言明言老师 那當然今天的一個大盤 正式的進入到所謂的區間正常整理的一個格局 其實這個盤式的一個分析 我在上個禮拜我就提醒一下 全國的一個投資人 在這個地方 其實這個盤式的一個分析 大盤漲多了 會進行所謂的多方的修正 但修正幅度不是很大 那包含今天下跌的是7點 量的部分也稍微增加 那這個地方反而大盤有個現象 他在做所謂的行進間震盪的一個換手 你從所謂的金融類股的部分 可以看出一個端倪 當然現在有部分的資金 他是往所謂的金融類股去做出一個挪移 所以現在電子股看起來是比較弱勢 但是經過這個禮拜的一個拉回修正 甚至震盪整理之後 那這個盤式又會怎麼樣 又會風雲再起 當然我在這個節目裡面 那有兩個族群的話 我要提醒各位一定要做出一個 正確的一個操作的一個方向 第一個叫做被動元件的族群 其實操作被動元件看起來很簡單 其實你真的下去操作 你會發現這困難度還是很大 當然有人喜歡舉2327的國巨 這張股票來做出說明 但是我認為除了國巨以外 華興科 包括新倉電 這些所謂的被動元件族群 不是說他們不好 只是說他們目前為止 這個殘疾還沒有到 殘疾還沒有到 你就不用去錯他了 那甚至有些股票你可以稍微的先調節出來 把資金挪出來 顏導師手中有幾檔 他是屬於個股表現的一個股票 那我希望大家怎麼樣 一起來積極的參與 所以說進入到9月份的行情裡面 被動元件的部分 我們目前為止沒有操作 但是要操作的同時 我一定會在里周TPR 正式的來做出一個宣告 那第二個族群叫生技的族群 雖然說今天生技的族群有反彈 但是生技的族群只限於在目前為止的反彈行情 那未來反彈結束之後生技類股 很多的股票 他還是一樣會下跌 那我相信在近2個月的操作裡面 你可能操作被動元件跟操作所謂生技族群 你不但沒有辦法賺得到錢 你反而怎麼樣 你反而賠錢 那這個就是說 你看趨勢看盤勢 甚至說你們老師操作的不是很理想 以至於說你這兩個錢是怎樣 是擺作弓的一個現象 那顏老師不是說我自己股票很強 我相信你長期收看老師節目 顏老師都是操作一些所謂的強勢股 我們看到今天610的金測 金測在股價創高之後拉回修正 今天的金測表現的話還是相當的不錯 那趨勢只要是往上的股票 任何的一個拉回 他就是一個關鍵線買點 就像現在今天的大盤一樣 雖然一兩天的一個拉回 但是趨勢沒有改變 六十三日線往上走 那未來的話開始補量 還是有機會做出一個攻擊 那大盤的部分其實要注意到量能 目前為止熱情已經開始進入到 所謂的台股了 所以說未來的行情就跟現在的天氣一樣 可能會越來越熱 610的金測我們看 今天股價表現還是不錯 但是你以所謂的周線的角度去看 用月線角度去看的話 我認為目前為止 也老是對這檔股票的看法沒有改變 我認為我依然是看好的一個長線的一個波段股 好不好 那第二檔股票是3260威剛 威剛的話請注意是為什麼 因為他目前為止基期非常低 那低潤的族群 今天包含這個威剛華方店在內 這個股價都非常強 那股價低潤的爆價再進入到第四季了 他有所謂的一個很重大的消息 可能是一個轉機 可能是一個所謂的消化庫存 還是未來 我們在所謂的真無線 這個藍牙耳機的部分 在低潤的使用 在使用記憶體的部分 可能這樣會擴充到很大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新的商機 對低潤的族群 包含所謂的3260威剛 未來的一個基本面的一個方向 他是比較明確的 那當然4943的康空 如果今天創新高之後有拉回 那我必須要講這檔股票的話 你要列入到長期追蹤的一檔股票 股票有創高 可能你賣掉之後 你要記得接回來 股價在拉回的時候 反而要留意到 這個地方會不會出現一個低潤的一個買點 顏老師的看法 我相信都讓大家看得很清楚 那3152的錦德對不對 這個前天 昨天連續兩天漲停半 今天怎麼樣 今天直接開始受到排面上面的影響 但是這個跳空缺口 目前為止三天之內 如果說沒有看到一個封閉的話 這檔股票目前為止還是走多過頭 所以說我今天 不要說醫藥起起來 老師沒跟你講 現在拉回是不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那我這個功課 我留給我們的里洲TV的一個投資人 回去想一下 3152錦德 這個時候顏老師講的 拉回要不要找買點 一定要密切的注意一下好不好 那MOSB當然是看到5299的竭力 昨天創新高 今天小拉回 拉回一樣找買點 老師的看法沒有改變 那另外一檔小型股是 3483的立志 立志這樣不過其實我賣掉了好不好 但是我會不會接回來 我在節目裡面我也不大方便講 不大方便 但是我的會員應該都知道了 這檔股票從一次操作兩次操作 到最後一次操作 三次操作應該每一次都賺錢 那節目大概到這個地方 顏老師必須要提醒大家 9月份的行情裡面是屬於九金石銀 投資人你一定要相信顏老師 我現在跟你講的都是真的 大盤現在看起來好像今天不是很好 但是明天過後 這個大盤 又會產生所謂的細菌性的一個變化 新的主流會出現 但是不是所謂的被動元件 也不是所謂的生技類股 而是顏老師現在手中 所掌握到一檔到兩檔這個中間 這一兩檔裡面就能夠讓大家怎麼樣 翻身致富非常重要的這兩檔股票 如果說你今天要參與的話 我們給各位一個非常公平的一個機會 我們先看到QR Code的部分 也就是你現在還沒有加入到顏老師 這個Line的族群裡面 完完全全沒有掃描過QR Code的 那今天顏老師特別開放 唯一的一天的時間 只要你今天拿起你的手機 掃描我們這個所謂的QR Code 好現在開始掃描 掃描結束之後 記得要留下你的聯絡的一個方式 你的電話跟你的姓名以外 我今天會特別開放 如果說你的資金超過100萬以上的 資金超過100萬以上 你願意讓顏老師清代的 我今天直接開放10個名額給你 之前開放3個名額一下就滿了 顏老師今天開放10個名額 我說到我一定做到 你知道嗎 你資金一定要超過100萬以上就可以了 那其實100萬這個門檻很低 今天看到我們節目的記得 馬上掃描QR Code 加入我們的LINE的一個好朋友 留下你的姓名 留下你的電話 在LINE裡面用私訊的方法告訴我 我要給顏老師清代 我的資金超過100萬以上 好 那老師收到以後 我會立即的 稍微的用LINE 來幫各位來做出一個 這個諮詢的一個服務 那另外我們有所謂的諮詢的一個熱線 其實這個諮詢的熱線 它就是顏老師跟你之間 我們就是一個雙向溝通的一個橋樑 那套勞的股票交給我 未來的一個方向可以打電話 直接進來問我 我能夠幫你的 都是透過這個專線 好我們來做出一個 所謂的雙向的一個溝通 咨詢的一個熱線請注意 外線式的要加02 02-23219933 02-23219933 顏老師跟你的橋樑 就在這個所謂的諮詢的一個熱線上面 那顏老師好 在這邊先祝大家中秋節佳節愉快 對不對 每個人都想要烤肉 那烤肉的話大概要需要一筆錢 對不對 那如果說在中秋節之前 顏老師幫你賺一筆錢 如果說你願意的話 等一下我們有LINE好不好 直接加LINE比較快 打電話也可以 所以下一檔的標股預計 在這幾天我們會做出一個 所謂的買進的動作 集中活力買標股 這就是影老師的看法 所以說等一下LINE一定要加 加了之後一定要留下各位的姓名 聯絡電話 今天特別開放10個清代的名額 那這10個清代名額 我們保留給李宙TV的一個投資人 希望大家怎麼樣多加的利用 沒有所謂的不景氣 只有所謂的不爭氣 集中標 集中資金來買標股 這個就是顏老師的看法 好不好 那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顏老師 好不好 那還沒有加LINE的趕快加 好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為止 明天見 拜拜 好 好 好 应独立判断 审讯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